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纽约的集会上重申了许多早已被驳斥的虚假声明 这引发了不少争议 他对于移民问题的夸大言辞以及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攻击 再次显示了他在选举中的激进立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墨西哥新总统克劳迪亚谢英鲍姆的挑战 他接手了一个经济状况复杂的国家 虽然墨西哥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国有石油公司Pemex的巨额债务和环保责任让他的任务变得不易 最后我们将讨论2024年美国大选中性别的影响 随着选举的临近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性别支持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这场选战可能会在12万票的差距中决定胜负 展现了深层的性别动态和女性在政治中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报道 特朗普在纽约的集会上再次重申了多项被政委的虚假声明 尤其是在移民和灾难应对资金等问题上 他的激进言辞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场集会不仅展示了特朗普在选举中的强硬立场 也反映出他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攻击 显示出他在争取选民支持时的策略 同时墨西哥的新总统克劳迪亚谢英豹姆 面临着复杂的经济挑战 尽管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 但他需要应对国有石油公司Pemex的巨额债务和环境责任 这无疑为他的执政之路增添了不少难度 在明镜火拍的报道中 特朗普的虚假声明再次成为焦点 尤其是在移民和灾难响应资金方面的言论 令公众关注他的言辞是否会影响选民的决策 此外 墨西哥新总统谢英豹姆在接手时的经济形势复杂 虽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良好 但他必须在Pemex的债务和环保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成为性别对立的关键战役 特朗普与哈里斯分别吸引男性和女性选民 反映出深层的性别动态 《东方日报》则揭露了一起中国黑客 试图入侵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的事件 黑客通过魏加密的通讯获取了相关通话内容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政客信息安全的担忧 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对此展开调查 而中国驻媒使馆对此指控表示否认 此事件不仅让人关注到政治领域的网络安全问题 也引发了对未来选举过程中信息安全的深思 明镜电视报道 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充满了紧张的交易气息 习近平似乎在特朗普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 甚至将对方视为可以轻松操控的角色 特朗普的极限关税政策被认为并不能真正打败中国 反而可能加剧两国间的摩擦 台湾、南海和朝鲜问题成为两国谈判的关键议题 双方都在试图通过对话来达成各自的利益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特朗普在纽约的集会上发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言论 试图在最后时刻吸引更多选民支持 而哈里斯则在费城积极争取选票 特朗普不仅对哈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还承诺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计划 激起了支持者的欢呼 哈里斯则以积极的姿态回应 强调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区别 并在社交媒体上承诺 如果当选将投资波多黎各的未来 显示出他的竞选策略更加注重团结和希望 新浪报道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被拜登指责为非法劳工后 迅速澄清自己并非如此 并指责民主党人因即将失利而陷入绝望 尽管马斯克声称自己在美国的身份是合法的 但关于他早期移民身份的争议依然存在 马斯克的经历引发了公众对移民合法性 和美国移民政策的广泛讨论 尤其是在他过去对移民的立场 与现在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背景下 腾讯 在美国总统拜登指责马斯克 曾在美国非法工作后 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回应 调侃拜登现在才开始关注非法移民的问题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马斯克早在创建SIP2公司时 就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 而这家公司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尽管马斯克在公开场合常常批评无证移民 但他并未透露自己在创业初期的法律状况 拜登的发言引发了马斯克的反击 他强调自己在美国工作是合法的 并对拜登的指控进行了讽刺 香港电台 波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声称他在准备外出接受采访时遭遇枪击 尽管司机受伤但仍继续驾驶 莫拉莱斯指责县政府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并表示此次枪击是军队和警察的联合行动 他已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投诉此事件 对此波利维亚外交部谴责任何出于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 现任总统阿尔赛则只是立即展开调查 以查明事件真相 香港电台 广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傅小初 在香港金融科技州活动上指出 广州正在积极推进广东数字金融创新产业园的建设 以吸引金融科技人才和公司发展 傅小初强调 广州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方面具有先行优势 以推出多项政策并实施国家级创新试点项目 致力于提升地方金融数字化监管能力 他还提到 广州正在争取成为全国首个数字金融创新产业园区 并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的试点工作 展现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领域的前瞻性布局 明镜新闻台报道 中国在2023年前9个月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暴跌三成 人民网对此消息选择沉默 与此同时 习近平政府拼经济的努力 似乎未能改善北京的环境问题 城市重现严重雾霾污染 上海前首富周正一英直播带货引发争议 尽管如此 他仍面临香港的通缉 而在日本 石破帽的惨败可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日股小幅上涨 日元却急剧贬值 显示出市场的不稳定 明镜电视则聚焦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将马来西亚视为第二家园的现象 随着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 许多中国家庭和投资者涌入这个东南亚国家 寻求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和生活方式受到中国家庭的赞赏 尤其是在逃避国内内卷的背景下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对第二家园计划的政策有所调整 申请者面临更高的门槛 但已经在当地定居的中国人对生活质量表示满意 友好的氛围和轻松的生活节奏让他们感到愉悦 中央社报道 台湾环境部长彭启明提出在两年内消灭垃圾山的目标 并呼吁台北市的协助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自实施垃圾随带收费以来 垃圾量减少了65% 他建议中央政府思考从源头进行垃圾减量 以根本解决问题 蒋万安还提到 台北市正在协助其他县市进行垃圾焚烧 显示出地方政府在垃圾处理方面的积极作为 环境部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入新台币12亿元 以改善垃圾处理和标准 这表明台湾在环保问题上的努力正在加大 网易报道了一场大型舞台剧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温情上演 旨在传达民族团结的精神 这部剧基于真实历史事件 讲述了都桂马老人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 养育28名孤儿的感人故事 剧中通过多个篇章 展现了草原母亲与孩子们之间深厚的情感 现场观众被深深打动 许多人表示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接下来 该剧还将巡演至其他城市 继续传递这一感人故事 腾讯的报道揭露了云南某学校的臭肉事件 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事件的起因是家长发现 学校食堂提供的肉类发臭 且标签显示为2015年 令人震惊 虽然校长被免职 学校罚款10万元 但许多人认为处理结果过于轻微 质疑为何如此低劣的食品 能出现在孩子的餐桌上 家长们对学校的态度感到愤怒 认为学校管理者的傲慢和漠视 是问题的根源 呼吁加强监管 确保食品安全 网易还讨论了教育集团化的现象 指出这种模式 旨在通过整合资源来提升教育质量 尤其是在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 虽然教育集团化 在缩小教育差距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引发了对商业化倾向的担忧 一些学校可能过于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学生的实际需求 因此 如何在推进教育公平的同时 保持教育的公益性质 是未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外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要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